那我们现在要讲一个比较特别的东西 这个东西叫 是元素里面 元素里面有一个东西叫做统计表 叫做图表 请你直接打图表 请各位直接输入图表 在元素里面 请你输入图表 元素里面输入图表 我讲一下这个图表的部分 当初我是突然发现的 因为我在做 刚好在做一个简报 我给各位看一下 那个图表的长相 那时候为了说明一件事 那时候为了说明 说明这一件事 我们那个大学毕业生里面 大概有6% 有可能从事电子资讯科技影视业 假设这些人都会写到层次 然后我把它全部加起来的 加起来之后去处于全部的毕业生 他的名他的比例只有占6% 那我那时候就在想说 6%如果只看这个6% 没什么感觉 那所以是不是有一些比较能够 让人家有感觉的一些图表 然后可以显示6%这一件事 那所以后来我就把它转化 转化成如果要跟自己有感觉的话 各位都是老师嘛 那所以如果把它转换成班上的学生数量 那老师会比较有具体的感觉 那所以这个比例转化过去呢 就是一个班30个学生里面不到两位 6%是不到两位 所以就变成这样的一个图 那这样的图跟这样图看起来 不管怎么说 都比直接讲6%来得有说服力 所以就在做这个图表的过程中 我就发现竟然有这么好用的东西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当你找到这个图表之后 他这边有很多图表对不对 上面有很多图表 好你看哦 这个是圆形图 那个派 请你把它拉出来 拉出来之后 你会发现它是 这个是一个物件 它左边有参数可以调整 左边有参数可以调整 你可以把百分比的标签打开 中间会出现百分比 好然后你这个是你的比例要多少 比如说我要百分之八十 那我上面百分之百分比就把它调到八十就好 然后颜色自己就会跑过来了 那线条的粗细可以自己调 好那所以这是一个视觉化的 好视觉化的一个图表 好他在图表是一个视觉化图表 那不但如此 好你颜色还可以改 好这边有两个颜色 那两个颜色他就两个颜色都让你改 好所以你可以直接去改 好就可以直接改改这个图表的颜色 好这个字 有字的字也可以改颜色 好有字的字都可以改颜色 好那所以这样子就让我们在做这些图表 视觉化图表的时候会变得非常的方便 好尤其我们这种没有 你看没有 谁我以前做简报是真的是奇丑无比 所以我我后来都用心智图 好然后都不用简报 因为我不会做这些图表 好但是现在呢 有这个图表功能之后真的对我帮助非常的大 你就可以用很简单的这个图表的功能去做到你想要 你想要说明的这个数据的说服力就增加很多 好这是这种类型 那我再增加一页 好这个是那个指标型的 好那也是一样 你看那个指针会动的 好是不是比较有感觉对不对 好然后还有 好就比较常用的 还有这种百分比的 好折线图的 好这个都非常 非常容易使用 那我另外刚刚讲到那个人就是用这一个 好你用班级人数嘛 班级人数去做 做这个比例的具体的对照 好那这边你看他的符号还可以改 如果你要算那个 算农作物的生产比例有没有 可以改农作物 所以图案是可以改的 然后总数量 总数量可以在这里改 总数量可以在这里改 百分之 五十 五十二 让百分之五十二 涂带大把他缩小 涂带大把他缩小 还可以拉宽 好颜色一样都可以改 好那这样是不是就更有说服力 所以这个功能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 那我们在做那个 就是我运算思维里面 有一个叫资料表示 那这个资料表示就是在你的资料怎么去做 怎么表现在人的面前 那最烂的就是直接讲数字 因为数字其实有点无感 有点无感 你听了很多数字之后你也不会产生感觉 那所以我在那个处理这一类的东西 后来就改成图像功能 图像 那图像的话 就是第一个他就比较有说服力 第二个他的那个 就是我们大脑也是图像思考 那所以当你变成图像之后 一看那个比例你就知道 你就会比较有感觉 然后第三个步骤叫做具体化 就是跟你扯上 跟那个听众扯上的关系 所以 数字本来无感 你变成图表之后 就好像大家看起来就比较容易理解 而且比较有感觉 那如果要更有感觉呢 第三个就是 要把它具体化 那具体化什么意思 具体化就是 具体化就是把它变成具体的图像 那再来第三个是关联化 就是跟你自己产生关联 以那个 如果我今天要来讲那个 政府防疫的问题 政府防疫的问题 那假设大家都对那个死亡率不重视 就已经讲到五感 每天死一百个人 讲到五感 那如果是我的话 我会怎么处理 我就会跟他说 那个每天要死掉一百个人 对不对 如果你把尸体 尸体堆叠起来 把它叠起来 假设一个人的厚度是二十公分 一个人的厚度是二十公分 那你 二十公分 那今天死一百个嘛 一百个就 二十公尺 对不对 二十公尺 所以你这边 一百个人 这边一百个人 这么多 然后叠起来就二十公尺 这是二四六八 十个人一落 就叠成十落 好 那 那这样子就已经那个形象非常的具体 对不对 好那你说你没有感觉 那我就让你再更具体一点 如果这一百个人就堆在你家客厅 好堆在你家客厅 那是不是就 更跟自己更有感觉了 你要视觉化要夸张一点 你这一百个人如果堆成一落 堆成一落 就二十公尺 二十公尺就相当于几层楼高 对不对 你可不可以这样去做比喻 好就把它堆成一排 好一百个人堆成一排这样 这样多高 这样堆堆堆堆堆堆 一层楼大概三公尺嘛 如果一层楼大概三公尺的话呢 那一百个人呢 二十公尺大概就是 六三十八 六七层楼 所以把这一百个尸体 如果堆在你家门口 堆一落堆起来 就是六七层楼高的尸体 你看那个感觉可不可怕 好 所以每天要堆出这样子 每天要堆六七层楼 每天要堆满客厅 好 所以这个是资料表示的一些 一些技巧 所以当我们以后在做简报的时候 这个视觉化是很 很重要的事情 除了可以很适当的呈现比例之外 可以呈现你这个爬升的程度 那个资料分散的程度 这个都可以经由图像化去 让你更有感觉 你不要忘了最后一步 尽量跟那个人扯上关系 跟听众扯上关系 让他可以具体感受到 这个就会是你的说服力 好 所以这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 我特别要讲的 好 好那我们这个部分 不晓得各位有没有问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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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